三醬一升一條節 降腫膽固醇 降不好的膽固醇 降酸酸甘油脂 這麼厲害 對 然後一升 就是上升好的膽固醇 一條節可以幫助我們 其實大家的一個健康的概念 是有慢慢的提升 所以其實很多人 就是去健康檢查的時候 才會發現自己的檢查報告 是不是有一些紅字 現在紅字很多 對 可是其實更多人 看到紅字 他可能會覺得我不會痛 然後就沒關係 譬如說我檢查檔固醇膏 那我就放著 沒關係 我檔固醇膏 沒有做任何的調整 那其實這樣就是一個 很高的風險 因為現在其實越來越多 高血糖 或者是高血脂 高血壓 或者是一些什麼 脂肪肝乾硬化 其實整個的年紀 都有下降的趨勢 而且其實現在研究 又有發現說 當我們有慢性病的時候 其實得到失智的一個機率是會提高的 譬如說以糖尿病來講好了 像如果你得了糖尿病 你得到失智的機率會高五成 所以其實這個比例 對 那如果你是因為三高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然後可能引發一些中風 那這個中風引起的一些出血性的失智 那這一種的部分 其實我們身體一發現的話 其實狀況都是急轉直下的 所以真的三高 我們不能忽視它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去重視這個問題 對 而且台灣的美食太多了 你知道嗎 尤其以前我們工作的時候 哪有時間好好坐在那裡吃飯 以前就是隨便買兩三個麵包吃一吃 有吃飽就好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在後面聊說 我們都好喜歡吃麵包 台灣的麵包最好吃 我以前都是買兩個鹹的 一個甜的 沒有 有時候吃完鹹的 就好像來一個很甜 吃完甜的好像又可以來點鹹 像循環 你知道 有一個麵包叫阿里山你知道 就是花生夾心 好好吃喔 就裡面的奶油 奶油 對 然後或者是那種 做成螺旋狀有沒有 然後裡面有那個奶油 然後外面會放一顆那個葡萄乾 還有一種炸蛋的 裡面是奶酥 我們等一下好好吃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聊到這裡 就是我們吃太多 不該吃太多東西 無糖... 我們年紀越來越長了 要吃到保健 但是我們在這邊 剛好今天營養師來 我們要問營養師 就是我們保健品現在市面又這麼多 我們要怎麼選適合自己 以及好的保養品來照顧自己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挑選也很重要 其實像這些麵包 真的大家要有警覺性喔 那種麵包這種東西 真的很容易讓我們有 好可怕喔 所以這個真的要留意一下 其實像這個大紅麴的膠囊 它就有這個功能 就是你吃了一種 然後可以顧到三個部分 那三個部分就是包含我們的 還有血糖 還有血脂 還有炎緩勞的部分 而且這三個呢 都有小綠人的標章喔 小綠人到底有多厲害 一個小綠人 你看 而且它上面印三個 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錢嗎 等一下說它用錢買的嗎 不是 還用雞腿換的耶 它那個每一個喔 你都要做很多臨床的實驗 來證明說 我有這個功效 我有這個 而且它弄了三個耶 三個耶 你要做這些檢驗其實不便宜耶 因為我對錢比較敏感 對 而且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它有這三個功能就是 第一個可以調節血糖 然後還有血脂肪 還有炎緩衰老嘛 那它除了這三個功能之外 它還有 什麼叫三醬一身一條結 它有三個醬 醬酸甘酸甘油脂 這麼厲害 對 然後一身就是 上身好的檔固醇 一條結可以幫助我們 調節血糖 那在延緩衰老的部分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的思路 會比較清晰 那這個通常都是 在我們做健檢的時候 才會發現 可是所以這個 有這個小綠人的認證 其實就是 是有一種 國家保證的意思嗎 不管是它的成分的含量 它的功能性 或者是它的安全性 必須經過我們衛福部的 層層的一個檢核 審查 它才有辦法去拿到 這個小綠人的認證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它不是只有一個 它是三個 也就是代表說 我們每做一個小綠人 認證的身體的時候 你所有繁複的一些程序 都要再重來一遍 那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那如果說你是有一個 高血脂的狀態 就是一些慢性疾病 有在用藥的話 如果你在市面上去買一些 就是可能 紅麴成分的一些保健食品 那會建議大家要小心 因為裡面有一個成分 叫做 那這個 那這個 它會跟我們這個 慢性病的藥物 它可能會加成它的效用 但是這個 並不是一件好的現象 因為有時候過頭 會引起身體的負擔 像這個大紅麴的膠囊 它就是由我們的 台大的潘史文教授 他團隊研發出來的 而且它裡面就是 不含這個 MonacolinK成分的紅麴 所以其實在補充上面 我們會比較放心 才不會想說 跟自己原本吃的一些藥物 會不會有一些 比較嚴重的角度作用 有 它其實這個上面都想說 它不含這個MonacolinK 而且它有寫說 還有NDI通知 對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過說 它除了不含MonacolinK之外 它也沒有含一些橘霉素 黃麴毒素 因為這一種 都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 那其實像我們剛剛講 這個MonacolinK這個成分 其實在國外 就是在歐洲或是美國 他們對於這個成分 是非常的在意的 所以有一些國家 甚至是不能含有MonacolinK成分 在紅麴保健食品裡面 所以像這個大紅麴的膠囊 它就是裡面不含MonacolinK 所以它在美國 它是可以核准上市的 然後它也是台灣唯一一個 就是拿到三個小綠人 見字號的一個 真的耶 這個紅麴保健食品 而且其實在補充也算是滿簡單 譬如說你一天一顆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 調節我們的血糖跟鞋子 怎麼時間吃一顆 其實飯後吃都可以 因為它是食品嘛 那如果說是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吃了會比較讓我們放心的 而且其實我們的保養 真的要從年輕就開始 不要等到已經發生疾病了 才想到要保養這件事情 對 預防生育治療 尤其是這種三明治族群 更會要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體 對不對